国产的高端疫苗迟迟无法拿到国际认证 民众即使完整的接种两剂也无法出国的 指挥中心在12号临时宣布 有出国需要可以开放混打来解套 但是网友开吼那就不是等于是重打吗 难道我之前打的只是台湾价值吗 根本就是浪费资源 而在野党更怒轰 这是错误的政策压苗助长 主管机关应该要为此道歉 总统带头示范打高端 副总统赖清德也跟进 没想到过了两个多月 包括美日等大国还是不承认 指挥中心只能宣布 有出国需求的民众开放高端混打 最多施打4剂疫苗 像美国就一定要有这个疫苗 相关的一些证明才能够进去 我们可以让它混打打完两剂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真的还要严重 而现在的一个大转弯 其实也就证明了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 高端开放混打网友傻眼 至于这跟重打差别在哪里 要不要干脆证明重打 别再玩文字游戏 原来打高端打的是意识形态 跟台湾价值 绕了一圈还笑重打 更重要的是浪费资源 疫苗政策成了消化一场 谁该负责 更有人狂酸打高端 可以请4次疫苗假演 并翻出当初的新世纪 福音战士MV 再进化为打了4剂的新4剂 福音战士 美国学校陆陆续续 实体上课变多 学生相对的多 那刚好美国技术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也是怪怪的一个循环 不过人家这样做了 我们当然要沟通 但是总是在沟通之余 还是要找出一条路可以走 从打以后会影响身体 然后就用公费买这些疫苗 事实上真的是浪费 真的是把国人当作白老鼠 与其这样浪费 不如把这些经费真实的 就是让这些相关的生计公司 可以拿到经费继续做研究 真的是亚苗助长 未来没完成第三期 临床试验的高端 如果还是不被国际承认 总统副总统如要出访 仍然得重新接种国际疫苗 浪费的不只是国家资源 还有伸出爱国手臂 相信总统与副总统 诚信的国人 要他们情和一看 简终格报道 我看到我们的网友阿贤 他说打高端可以去以色列 感谢你呼应了 我们这个题目出来了 来高端疫苗接种后 出不了国 加上国际新冠疫苗 到货量充足 这近来打气更加低迷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坦承 高端疫苗可能打不完 是不用骗自己的 并表示要发挥着地球村 还有友邦的效益 看哪里有缺就往哪里送 另外疫情指挥中心12号公布 接种高端者可以入境六国免隔离 才一天六国就缩水成了四国 删除了以色列和阿根廷 也闹出了大乌龙 长法媚话题来驟驾陈时中 让陈玉珍也怒劈了 习近党现在试图转移 纠点实在令人感到不迟 整个陈部长饮酒唱歌的 这一个整件引带事件 应该重点还是在于 第一个那段期间的防疫措施 是什么 他身为指挥官 有没有带头遵守 第二个在这个营宴的过程中 有没有可能涉及 这个相关不正当利益的输送 这个是曾峰应该调查的重点 至于其他犯局妹啊 长法妹啊相关的 事实上都不是整个事情的重心 所以我请苏院长不要再试图转移焦点 如何端正观真 如何让大家心悦成功的 继续遵守防疫规定 这个才是本件事情应该调查的重点 现在扯到其他事情 都是在转移焦点而已 陈时中部长饮酒唱歌的影片出炉了以后 就不断有部分的民进党政治人物 想要拯救陈时中部长 所以有的立委说 这是中国大陆的假新闻假影片 而国民党还在帮助流传 赖世保委员对于里面范菊妹 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以后 有的立委就咬死不放 企图转移焦点 把赖世保委员打成诗言 打成不尊重女性 我想这些手法都掩盖不了 陈时中部长当时在疫情当中 在私人的场合里面 脱下口罩饮酒唱歌的事实 我想再多的谎言 再多的唯位就造 都改变不了陈时中部长 影片铁一般的事实 我想民众自有公断 所以民进党的部分政治人物 应该思考 这是不是民进党内部 自己的政治斗争 而不必费心的去转移焦点